据环球网7月21日报道 日前有台胞在岛内网友常用的网络论坛PTT上发帖求助 称自己在缅甸工作的弟弟因感染新冠肺炎病毒情况危急 20日早上弟弟血氧已经降到50多 后回升到90但仍有下降的趋势已降到89情况危急 该台胞还表示弟弟到当地医院就医但医院不收 他也向包括台湾驻缅甸办事处在内的多方求助 还曾拨打台湾旅外急难救助专线电话 但对方抛下一句当地医疗紧张事后也无回复 另外他还曾想询问医疗专机的事 但费用高达几百万新台币实在没法负担只能作罢 面对这名台胞的求助岛内不少网友异口同声的支招称 只有大陆能帮忙了 因找真祖国祖国大使馆找民进的当局根本没有用 还有网友讽刺道找蔡英文脸书或推特啊 不然他听不到 要知道前段时间台湾地区疫情爆发 死亡人数不断上涨 甚至出现因施打阿斯利康疫苗而死亡的案例 蔡英文作为台湾地区领导人 没有为死去的台湾民众哀悼 反而频频在推特上哀悼拜登去世的狗 佛州他楼现场死去或失踪的美国人民 日本泥石流中失踪的日本人民 以及德国洪灾中死亡或失踪的人民 期间网友曾讽刺蔡英文称 除了台湾你的心无处不在 显然从台网友的支招中可以看出 台胞对大陆的信任 这种信任建立在两岸血浓于水的亲情上 也建立在大陆的一言一行之中 为了海外中国公民能及时接种疫苗 大陆推出春苗行动 据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透露 截至7月初已经协助超过 170万海外中国公民 在160多个国家接种新冠疫苗 其中就包括数千名台胞 朱凤莲表示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天心 两岸同胞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 台湾同胞无论在什么地方遇到什么困难 祖国都是他们的坚强后盾 愿进最大努力提供协助 特别是在当前全球新冠肺炎 疫情肆虐的情况下 愿进一切努力为其提供帮助 朱凤莲还强调除协助接种疫苗外 我们还通过各种渠道为海外台胞 提供全方位抗疫协助 包括提供安全提醒 科学防疫心理咨询等信息和服务 精准发放健康包春节包等防疫物资 积极回应海外台胞需求 稳妥安排临时回国航班等